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lls高中互动俱乐部和Milbury福伦社举行他们一年一度的春季节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欢迎一个新的季节 客人们会欣赏艺术和手工艺作品 装饰属于自己的T恤 烧烤接力赛 还有寻找复活节彩蛋游戏 Milbury的年度接力赛将在7月25日至7月26日举行 您可以通过组织自己的团队 加入现有的团队或做出捐赠来表示您的支持 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网站 您的贡献将会支持美国癌症协会 Milbury公共工程部将举行社区工作室 在4月17日从下午7点到9点讨论Milbury的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和社区设计和其他重要的社会议题 会议将在Chakuri Room举行 我们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活动里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关于这项计划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联系以下邮箱 还可以拨打热线650-259-2336 近一个月里 在Milbury发生了十几例入室盗窃案件 被盗车辆和企图实施盗窃 MCTV想敦促居民采取额外的照顾 保护他们的家园 财产和居民的人身安全 当地警察局向居民提供几个免费程序 当居民外出度假的时候 请联系警察部门 警察部门的成员将定期监测居民的房子 公民也可申请警察进行免费的住宅安全检查 居民可以预约时间让相关人员进行检查 更多信息请拨打热线650-259-2300 居民自己也可以采取自保的方式 比如确保在您外出或睡觉的时候 门窗是关闭的状态 保管好您的贵重物品 时刻注意您的周围环境 并向警察报告一些可疑行动 日常保护也很重要 但灾害防备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4月14日上午9点到12点 CIRT将会对San Mateo卫生系统和反应小组 进行灾害演练 紧急演习将在多个居民区 进行门户模拟上门检查的程序 更多信息请浏览以下网站 以上就是近期的全部新闻 我是Helen 我们下个月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